東港好吃蜜 讚 家儀寶貝東港社區是再來種菜頭的重要三個 生產的菜脯差不多降噪到90% 這次在水寶橋農村在新界為富特雞哈 第四季幼稚園做景緣工 以及變色是寶貝新的雄園娛樂的好氣處 這個空間哇很漂亮 尤其這些小孩都會出頭 尤其看到的南秋山也是很經驗 你看會讓小孩玩的 讓我們年輕的 讓我們年紀比較大 讓我們一起來玩樂 在前東港社區基盤一年一度的菜頭文化貴 才由武藏和農村市集中華黨 讓參與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認識東港的菜脯生涯和人民體驚 再來參加華黨的管長翁張良 推行眷映 生出廚了 一日而樂這十歲的變色是報的新的景點 哎呦 真的會動到 他回到腳趁勒 那這間我們的水保局 特別讓農村再生 那把一個荒地啊 沒有用的地方 變成是一個兒童喜歡的公園 那這個地方啊 不僅是社區的人 很認真在做社區的工作 包括這三藥就是菜頭 那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出名的一個產業 那現在把它加入一些文創的方式 能夠讓菜頭啊 在整個包裝上質感上提升 這三藥就是要求一些青年的賬款 現在社區 中間有人家親戚的 所有的 所有的 都沒有 現在中間 一些青年所有的二十幾年 放出來的 做事的 都漸漸的 那我心想把我們這個政策來照顧 發揮到 我們 今天 是國的第一項 那就是我們 今天 擔心活動的目的 社區理事長說 人家搜尋站的菜寶 在包裝上頭的六甲府 提升一段 希望社區在農村再興的集齊雞哈 不管是公共建設還是社區發展 能到變成全國的典範 記者黃培改館採用補兜